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洲大学文茜讲堂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陈文茜 陈老师 以及陈文山 陈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陈文山 陈老师 感谢您 大家好 我跟她是台大的 同一届的同学 她刚才我们在后台讲 她比较英俊 可是可能她认为她的外婆 祖父组都是从澎湖过来 之前是从福建泉州 所以我问她是 你们也终于混学 她说她应该是混了阿拉伯人的学者 越看她越像伊朗人 Hello 伊朗人你好 她可以跟我名字插一个字 其实她在台大跟我同一届 我常常骗别人看有中文 所以我骗别人说她是我哥哥 我非常感谢陈文山教授 她其实作为台湾的地质学家 大家不要以为地质学家本身是坐在武器房的 她们其实做很多各种研究工作 当时台湾对台中伤害最大的921大地震之后 她们就进行了全台湾的 所有地质调查 很多断层 她们就开始重新测量 另外呢 关于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核能电厂到底哪些是有断层 她们也都受委托进行为定的研究 全球感化其实跟地质之间有一些关联性 那我先请陈文山教授呢 她先把她今天准备的教材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过一遍 然后待会儿和她对谈 也请养她一些微信 谢谢 我先去了 刚才各位有看过火山 夏威夷最近在喷发 那当然大家也估计说可能 因为她整个在喷发工程里面 已经还有新的火山口又出来了 所以大家很担心说 整个夏威夷大导弹什么样 那我这边前面这边 我稍微讲一下火山 火山这个 这个我们叫整个 火山在地球上来讲 在整个宇宙来讲 火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但是对我们来讲 好像是习以为常 你每年或是每个月 你几乎从媒体来或什么样 你可以看到火山 但是火山最重要的是 你这个地球 这个星球 你必须要是火的星球 你看月球有没有火山 火星有没有火山 几乎都没有 月球从40几亿形成以来 你看月球上面 很多坑坑巴巴的星 那都是陨子坑 那从未没有火山 那为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是 它的星球内部那个沿漆 已经能缺掉了 所以它其实 已经不会有火山的作用 那火山又怎么样 其實我們知道火山他會像這次來講 那個美國的地址教授 他就會警告說火山如果繼續噴發的話 它會噴出很多有毒的氣體 所以一般的民眾或是遊客要特別注意 所以火山來講他會帶出一些氣體 我們知道地區裡面有些氣體的東西 最重要其實有水 所以火山噴發裡面除了你剛才講 你會帶出氣體 氣體會帶出水 水就是很重要的東西 生命來講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當你一個星球裡面沒有火山噴發 我們大概就告訴你那個星球應該沒有生物 所以早在40年前 50年前 這些美國歐洲的這些太空船 到星球像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登陸到火星 那以前還沒有辦法登陸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這些人造衛星或這些太空船 其實我們就去拍照 拍各個太陽氣裡面這些星球的照片 最重要其實我們就要看看有沒有一些火山 那有火山有火山的話 那很有可能那個星球 可能就會有一些生命 因為它會帶出一些水出來 當然現在我們都可以登陸了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用更好的一個方法來看 那火山其實 這張當然是冰島火山 你會看到它噴出來很多灰 很多煙 我們知道在冰島 在10年前的時候那些大噴發的時候 造成歐洲的整個航空整個地板 因為它噴出大量的火山灰 好下一張 其實我們要看的是整個地球 其實那些你看到有顏色的線 其實都是一些板塊的邊界就是 那板塊的邊界其實它就會 因為板塊的邊界它就很重要 其實它就會造成有些地底下 也很像跑出來 就像說一些火山 那其實我們去看 整個最重要的是太平洋板塊 你看我們台灣 基本上我們大概位在這個區域 台灣在這個區域 這些都是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都是一些火山和地震的區域 那紅色的線是表示說板塊會隱沒 那隱沒的火山就不太一樣 那大家會照明給你們看 另外一個是那些綠色紫色的線 它板塊是裂開的 裂開的是岩漿 它會從地底下跑出來 也這樣跑出來 就像說這一次的效應的話 它是屬於這類型的這些火山 但這類型的火山其實它的 它火山不會爆炸 它只是流出岩漿出來 它流出來而已 所以這種兩種型態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太平洋這邊 包括台灣、日本、菲律賓這一帶來講 或是整個環太平洋 包括美國、加拿大、美洲這一帶 其實每次看新聞你就知道說 這個區域裡面一帶火山噴火的話 它就會大量的火山灰 那當然在過去30年前 我們對火山還沒有辦法預測的時候 當然它就會造成很大的災害 不過目前來講 現在來講 我們對火山的噴發 像夏威夷這次的話 幾乎到多少已經可以做一些 火山的一些預測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岩漿從地底下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其實它會讓地殼破壞 破壞的時候就會成為地震 那地震我們是可以預測的 我們有儀器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地底下岩漿呢 它跑到哪邊去了 那該我們要怎麼樣撤離 或怎麼樣 就這方面我們現在 目前科技上來講 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下一張 那我們剛剛來講 其實地球上的火山有 其實有三種類型 一種是板塊在淫沒的時候形成 就剛剛我們講 整個環太平洋區域就是板塊在淫沒的時候 這種火山來講 它會爆炸 它會噴出大量的火山灰 火山彈火山灰這種東西 另外一個是板塊裂開的時候 那個是在全世界的各大海洋裡面 我們稱為 我們在高中 我們上課的時候叫中央級 那這種火山屏面上是不會爆炸的 夏威夷的火山也是不會爆炸 所以我們今天剛剛看了影片 你看到眼鏡就慢慢的冒出來慢慢的流 基本上它不會有大量的火山灰 所以其實火山的這個噴發器分為這兩種就是了 好我們看看在下一張 夏威夷其實它是一個蠻特殊的 我們稱為它是一個熱點的火山 哈斯巴的火山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夏威夷底下 我們看下面你們的這個右下方這張圖 夏威夷島在這邊 在最 你看這是一個群島 從日本這邊來 其實這邊有 大概有二三次做的火山島 在這邊 沿路上是在這邊 這邊大概這邊中間這個島最有名 你看電影的時候 二次大戰講的那個中途島 中途島就是在這一群火山的專長這邊 這也是火山 夏威夷在這邊 這系列二三次做火山 我現在活火山就是夏威夷島 那這些火山怎麼形成 其實就是夏威夷底下有一個非常熱的一個點在那邊 這個點在那邊已經存在一兩億鈴以上 好幾億鈴在那邊 這個熱能一直在燒上面的板塊 所以上面就會長出一個火山出來 那板塊它會移動 就當你這個板塊移動以後 那一座火山就離開 這個下面的熱點 就離開了 就這個火山就死掉了 然後這邊又長出一個新的火山 所以板塊在動的時候呢 那火山一做一做離開 那下面的熱點 那它就死掉了 那新的火山就出來了 所以夏威夷 是現在最年輕的一個火山在這邊 這些火山一個一個都已經死了 已經死亡了 這是很特殊的 在地球上面來講很特殊的 如果剛才講這是一種形式的火山 但是那種形式的火山 基本上來講它不會爆炸 那其實現在你看到來講 夏威夷大島 大島最旁邊 其實它在它的外面深海裡面 還有一個島還有一座火山 只是它頭沒有爆出來 新的火山在那邊 那個柯麗夷我們已經幫它秘密 我們叫羅西島 因為那個將來火山它那個 會冒出水面變成一個島 然後現在夏威夷大島 它就會死掉 因為它就會離開了 新的火山就會長 就會長出來 所以這系列火山其實是很特殊的 在這個我們夏威夷整個地球這邊來講 來看 我們看看下一張 那火山其實它如果剛才講 它會噴發 有些會噴發也不會噴發 所以像上面那兩種的話 我們在一種叫冰島 冰島市還有一個夏威夷 夏威夷市這兩種是不會噴發的 那夏威夷這些類型的火山 它就會爆炸 那夏威夷爆炸 像這種最厲害的這種叫 平尼尼 意大利這種蘇維斯 蘇維斯火山那個就是2000年前 噴發的時候把龐貝城埋掉的 那這種會非常厲害 那大量的火山會進入平流程 造成很大的傷亡 這我們叫平尼尼泰法 那平尼尼是一個人民 意大利人民 那這是我們人類裡面最早最早 有文字記載火山噴發的那個人 那個叫平尼尼 平尼尼是當初描述 威夷火山噴發那天的過程裡面的情景 他跑掉把它離開 但他沒有被火山會賣掉 他把它記載下來 所以後來我們在科學家 在做火山噴發的這種病名 把最大規模 就我們用他的名字來記載好了 平尼尼他當初記載了說 在龐貝城那天裡面 有四次的大噴發就是 那最大的噴發是第三次 在那個下午的時候 也有第三次大噴發 那次噴發是把整個龐貝城埋掉 那降下來火山灰非常非常多 當然後來經過我們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在龐貝城挖的時候 就發現真的他的記載是對的 有四次大噴發 第三次降下來火山灰 大概有將近一兩公尺 一兩公尺他就整理把整個龐貝城埋掉 所以這是我們人類最早有文字記載 火山噴發的這種過程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他的名字 來代表這種最大規模火山的噴發 所以火山其實它 它會這兩種不同的形態 那我們剛才也講 這種會爆炸噴發的這種形態 基本上來講是反環引沒了各區域 就是環太平洋這些火山通通都是爆炸 但是在太平洋中間夏威夷島 這個島呢 唯一它是不會噴發 因為他們形成的原因就不太一樣 好我們看一下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 你剛才影片你看 這件事情是在19 夏威夷的這個噴發 它在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 1983-82噴發以後的情形 你看看這個 它演講就是像剛才影片你看 它其實就冒出了 它不會爆炸 下一張 它就像一個河流一樣 經過了森林就把它燒掉了 下一張 OK 它就是一條像一個裂縫 它會有裂縫 裂縫它就會像 像木蓮一樣這樣噴出一點薑出來 下一張 OK 這是它其實 就是上一次的時候 它流過的村莊燒掉前期 這是在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 夏威夷 它這個夏威夷島的噴發 我們知道 它在這個世紀 每百多年它噴發總共 包括這一次 噴發六四就是 六四的噴發 所以其實夏威夷大島 是一個表面上來講 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島 一個火山島 它表面大概 百分之九十的面積裡面的 都是一些 這一千年以來 火山噴發 覆蓋下來的岩漿就是 所以它整個大島 一千年以來 整個表面都是岩漿 當然每次每次噴發 都會冷卻下來 不過像我們夏威夷的這些 原住民來講 是大概在一千五百年前進駐 所以其實這些原住民進到 從南方做船到夏威夷這邊進來 住的地方之後 其實我們知道 夏威夷的這些島 其實有很多的火山噴發在那邊 當然對這些原住民的生活都會有影響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他們 原住民對於火山也有很多的一些描述 在他們文化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火山學裡面的一些專有名詞 就夏威夷的原住民的話 去當作我們的火山的一些專有名詞 就是 下一張 另外一種是不會是會爆炸的 剛剛講夏威夷不會爆炸 那最近的新聞裡面 美國的地質調查署的科學家也提出來說 其實我美國他特別注意 他整個美國領土裡面有一兩百座火火山 那有些火火山一直在可能蠢蠢欲動 那在我剛剛講 除了夏威夷之外 其實在美國 或是其他環太平洋區域的火山內 其實他是會爆炸的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1980年的時候 在西雅圖的南方 一個叫聖海龍這個火山 這個也是這樣 在上個世紀裡面有三次的噴發 那你看上面的這個火山口 那個六三方那一站 那是在1980年拍的照片 但是他在1980爆炸的時候 你看那個山頂怎麼火山的山頂不見了 那是一個很大的爆炸就是 那我們講其實火山這二三十年來 我們是可以預測的 我們講他可能地表他會有一些 例如說岩漿跑上來會有很多地震 另外一個是溫泉可能變得很多 地表的溫度可能會比較高 或是說地表慢慢會高起來 這些東西來講現在的我們的科技儀器上 都可以去監測 可以監測 所以我們都可以提早把當地的居民疏散掉 所以像這幾年來 印尼很多的火山在噴發 我們就當地印尼中 我們就把居民趕快遷移掉 但是呢 這一次的噴發 雖然我們大概也知道他要噴發 然後也把當地的居民疏散掉 但是問題是說 1980年這次噴發呢 其實又造成了五十幾個人的死亡 那最重要其實因為這個火山爆炸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認為火山爆炸是往上炸 其實這次他很奇怪 他是往側邊炸就是 他側向炸 他就把整個幾百坪公里的生命都炸掉 然後當然也很多的記者 很多的科技家想要去觀察這些火山噴發 也因為他這個爆炸造成很大的傷亡 就是 剛剛大概五十幾個人的傷亡 下一張 所以他其實你看出來 他這個是美國釣阿蟲 你看整個森林樹都倒成一邊 他就是因為爆炸的威力非常大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 你看很多灰塵 其實那都是火山灰 所以這種類型的火山噴發之後 他其實會有很多灰塵 很多火山灰 那這火山灰 你又碰到下雨的時候呢 他就變成土石流了 就會又造成第二次的災害 像這種類型的火山噴發之後 其實最怕的就是又是颱風下雨 尤其像亞勒在這個區域裡面 颱風當然就造成很大的土石流 我們上個世紀裡面 火山噴發最大規模一次是在1991年 在菲律賓 你看在我們鄰居而已 我們都還不知道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火山噴發 那次火山噴發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預測 其實居民都已經牽掉了 所以火山噴發當時造成傷害都不太大 都不太大 但問題是那時候科學家 1991年的科學家還沒有了解到一點 為什麼噴發以後就剛剛講 他很大量火山灰 結果他過了一個禮拜之後來個颱風 所以他這些火山灰通通變成土石流 泥石流了 所以那次颱風的時候 造成將近一千年的死亡 因為這些火山灰變成土石流 把很多村莊都賣掉 所以像這種都是會造成各式的災害 還有就是 好 下一張 最後我要講一個 你看這個在美國的運行圖裡面 中間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圓圈 大概知道在什麼地方 這個圈圈 知道在什麼地方 美國很有名的一個國家公園 Yellowstone黃石公園 你想那個圈圈 直徑有多少 那是一個直徑大概100公里 這是一個火山口 這是一個火山口 裡面有看過電影吧 2001還是什麼 那個災難型的電影有沒有 他其他內容裡面也就是 Yellowstone美國的火山這個 Yellowstone是一個 火山口你看100公里的長度 100公里有多長 大概台灣涵蓋四分之一的台灣 就是思溫之一台灣的電機 是在這個火山口裡面就是 我們台灣有很多火山 雅民山有很多火山 雅民山大概有總共我們算過 大概有51座火山 但是呢 你看那個小面具裡面 有51座火山 最大的火山口 直徑多少 最大的火山口 600公尺 但是這個是100公里 Yellowstone這是一個 美國一直在監測 全世界科學家 火山學家一直在關注一個區域 最近就是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能夠造成近代我們人類的文明 造成很大的一個災害的話 最有可能的災害是什麼 其實就是Yellowstone的火山噴爆 它是最有可能造成我們近代人類的文明 上的一個很大的災害 為什麼 Yellowstone我們觀測了 克力家觀測將近二十幾年 我們現在也很清楚知道 它的一個週期 我們第一個講它的週期 Yellowstone的上次噴火山大爆炸的時候 是在六十四萬年前 好那在上一次是一百二十萬年前 那在上一次是一百八十萬年前 所以你想看一百八十萬 一百二十萬年前 六十四萬年前 它週期多少 六十萬 所以上次噴火山是六十四萬 所以其實現在來講 已經到了黃石鉤園這個super volcano 叫超級火山的週期引導 那週期引導當然你就要知道 它其實如果像我們大圖山一樣 一點跡象也沒有 大圖山也我們也監測了十年 也沒有特別的什麼地震 也沒有什麼特別溫泉也特別多 對不對 Yellowstone我們觀察二十年 你知道它二十年來 Yellowstone這個區域的地表 已經上升了大概四公尺 然後溫泉也變得特別多 地熱也變得很 地表的溫度特別高 變得很高了 其實最重要的是 Yellowstone這邊的岩漿 已經在距離地底地表 已經在十公里附近了 所以它的岩漿庫 已經跑到非常非常淺的這個地方來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說 Yellowstone這個美國這個黃石鉤園 這個超級火山 其實它的真的噴火週期引導 而且它也在蠢蠢欲動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很關心 在這個區域 Yellowstone這邊的這個火山噴火 這是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其實Royce已經發生過 我們看下一張 其實下一張那個就是 Yellowstone我們現在調查研究 就是過去它幾百萬例以來 一直噴火的一個過程好幾次 而且它造成一個那個傷害 其實我們講 上次的這個當然 我們講Yellowstone這個火山 超級火山噴火是在64萬年前 但是超級火山噴火 最近我們人類最 我們現在最近是哪一個 它是在印尼的 有一個叫Toba火山 它那次噴火是在74000年前 Toba火山的火山口也是一樣 長度大概100公里 寬度大概30公里 是一個橢圓形的火山口 那在74000年前噴火的時候 地球其實馬上進入一個冰河時期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祖先們 我們的祖先其實 差一點被滅絕掉 有考古學家認為說 我們的祖先在74000年前 前世紀大概只剩下20萬的入口 大部分因為這個火 超級火山噴火之後 進入冰河時期 那人類就很快 很多人就被餓死 因為沒有食物 很多人也被凍死了 所以全世界我們人類大概只剩下20萬人 這都是因為這個 Toba火山那個大 那個超級火山噴火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像火山噴火來講 其實它這種爆炸式的火山 其實它對於我們的環境 其實衝擊會非常大 就是因為 其他的火山會造成 因為激度平流程 造成氣候的暖化 或是冰河冷化 這兩個都有可能 所以它當然快速造成氣候 地球的環境很巨大的變遷 當然就會影響到 整個地球的環境就是 OK 所以這次的夏威夷的火山噴火 其實我們還在觀測 不過當然從過去一千年來的 這些噴火的過程裡面 它當然沒有大到說 可以毀滅掉人類的物品就是 不過它主要是因為它不會爆炸 那當然夏威夷大島的區域也不多就是 所以它可能造成人類的這個 或是一般的財產族 大概就不會太大 好 我大概先講到這邊 OK 文宣教授請坐 請坐 你們剛剛聽完了 覺得你們還可以活下去的人舉手 好嗎 你覺得你可以活下去 後面的人呢 你會覺得 OK 我假設問你啊 這個培旅 六十四萬年 OK 那你又說它 Yellowstone它非常靠近 你一個地標的 那個容量裡面 靠近地標 對 那這個靠近十公里左右 從科學角度來講 它還有多久會噴發 十公里其實已經 岩漿近 十公里其實已經非常非常淺 我們講一般像我們 去前幾年偵測那個 這個大桶山嘛 它的岩漿戶大概在三十公里 這個地方 所以它算是深 十公里已經很淺 十公里的意思是說 我鑽前就可以鑽到 它岩漿裡面去 我們可以 我們現在技術可以鑽到十二公里 所以十公里其實 紀律地標是非常不近 所以那個來講 當然就 我剛才講 除了太岩漿戶很接近地標之外 它地標一直在攻起來 這二十年來已經 上升了大概十公里 表示這個岩漿一直在往上在擠的 所以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場景 就是在白宮 他們認為對他們威脅最大的有ABCD 其中就叫做中國崛起 第二個就是日本騎車輸入到他的國家 第三就是史上最爛的NAFTA協議 史上最爛的伊朗核子協議 為什麼川普可以有那麼多史上最爛 然後每個都叫最爛就好幾個 OK 但是從美國的地質學家來看 U.S.G.C.的人 他們來看 真的會讓美國 這個國家可能也不是美國 就是全世界人類 碰到最大的災難 然後呢 他一直很恐懼自己作為一個大國 然後1890年 他直立於朝越人國 他正式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大概是一次大戰之後 他非常擔心自己會失去這個帝國的地位 可是事實上最可能導致他 一喜之間就失去 就是Yelostom 對 Yelostom 大概 他爆炸會發生什麼事情 上次的爆炸裡面 我們知道火山會是涵蓋整個北美洲 他不會去到我們這裡嗎 那台灣當然沒有 所以我們亞洲就發了 就發了 涵蓋整個北美洲 對 北到Canada 加拿大 整個美國 這個都整個被 那一次的火山會覆蓋過 全部都覆蓋 對 Yelostom 全部都是 那White House也沒有了 那沒有 白宮也沒有了 對 而且他又靠近在北北 西亞特這一帶 所以北北那兩個 那當然更嚴重 他們要靠近西邊這邊一點點 西北 西部也沒有 所以美國最值錢的加州到西亞特 美國所有最大產值的地方 都沒有了 那我們的Apple手機也當機了這樣 沒錯 是不是 我們突然也沒有手機可以用了 我們講的是一個太 minor的事情 OK 然後它這個整個北美的覆蓋 它會不會像上次印度的那個 講錯印尼的那個火山 當然一爆發之後 它的火山會導致的太陽會遮蓋起來 就是一個逼可時期 這一次的Yelostom 大家怎麼看呢 如果它是跟上一次六四萬年前 那樣類似的話 其實就會跟七萬四千年頭髮的火山一樣 就會進入一個很寒冷的冰科時期 所以我們思考的全球暖化變成 倒退變成一個可怕的問題 就是這個全世界就變成一個冰科時期 對 然後亞洲會有多冷假設是冰科時期 當然我們就要一般來講 這個我們在上個世紀七零年代 科學家也磨擬過 它其實不是磨擬火山噴化 我們在七零年代 我們以前來講最擔心的 我們那個時代裡面最擔心的是 蘇俄跟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核子大戰就是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 科學家很多科學家在磨擬什麼 萬一發生核子大戰的時候 地球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那我們知道說在核子戰的時候裡面 因為核子爆炸的時候 它會把很多的淹塵 把它送到平流層裡面去 它很類似火山爆炸 所以那時候我就模擬 那這樣的話會怎麼樣 那當然地球有可能 大量的火山或灰塵 淫霧進入平流層的話 當然地球就會進入一個變動的事情 那變動的事情哪邊會最冷 一般來講是在大陸中心都會最冷 靠海邊的這些地方來講 反而不會 因為海水它是可以控溫的 它降溫會比較不是那麼快 所以大概核子大戰 或是說類似這種 大規模火山爆炸噴發的時候 那全世界的陸地的內部來講 大概在一個月內或兩三個禮拜後 就季度一個冰河時期了 就開始下大圈了 那台灣來講當然OK 因為我們在海邊 所以氣候就不會影響那麼大救出 當然問題是沒那麼大你也不行 還是會下大學 下大學你的全世界的糧食 各方面就會缺乏 所以它其實會影響到整個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 應該回去囤積糧食嗎 不用了 因為自己活下來沒什麼意思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作為一個地球科學家 你來看在地球科學 就是我們這整個學習 其實在討論的話題 其實你作為一個地球科學家 再來看地球上一種生物叫做人類 所以他們在爭吵的議題 你的感覺是什麼 當然我們人類 其實我們這樣講 我們常說我們現在氣候很暖化 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的科學家 是人類造成的 不是自然因素就是 那其實我們不要擔心 其實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整個氣候變化這個過程裡面 這一兩百年來 或是這四五十年來 人類因為人類造成氣候軟化的這個因素 其實以後我們看起來 它的速度太快了 太快是怎麼樣 太快其實 對我們來講是 不要說人類身為也是一樣 它沒辦法去適應你這個環境上的變化就是 那我們地球學家來講 我們會看過去幾百萬年來 幾千萬年來 或是幾萬年來的一些變化 那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知道 從上個世紀1980年代到現在 地球大概四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時間 地球溫度大概上升0.5度行到目前這樣 但是我們講 上次的冰期一萬八千年前 那個大冰期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一萬八千年前的冰河事情結束以後 地球就開始軟化 那到大概六千年前的時候 地球的氣候跟現在差不多 所以在一萬兩千年的時間裡面 地球的溫度從一個很冷的環境 變到現在這個環境 其實它的溫度只上升6度行 所以地球自然的環境的變化裡面 一萬兩千年上升6度行 好 那我們現在 兩百年你可能6度行 好 兩百年6度行你會怎麼樣 其實我不會 不敢跟你講說人類會怎麼樣 但是我舉個例子 剛才講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你們現在 卡通本篇冰眼裡血跡 我想大家都喜歡看 那個長毛象 大樹懶 劍 劍師虎 那些這些動物 我們知道 它大概在一萬一千五百年的時候 滅血條 全世界這個冰眼裡血跡裡面 那些所謂寒帶溫帶的動物 通通在一萬一千五百年前 在地上通通消失掉 那為什麼消失呢 其實我們後來知道 因為在一萬一千年的那個時期 之前是一個冰核時期 是一個小冰核時期 但是問題是 這個冰核時期結束到暖化 地球溫度 50年時間裡面 上升了三度C 所以那些生物 通通因為太熱了 所以它們都中途死亡 好那 50年上升 上升三度C 地球上面 大型的不母類動物 大概幾乎死 滅血一大半就是 那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如果是 三度C200年的話 其實地球變化 會非常大 肌肉變化 會非常大 大到我們現在 其實科勒教 我們現在是沒辦法去估計的 我曾經聽過您提到 就是事實上 這個地球溫度的上升 可能會對 地殼的變動 火山 也會有誘發 那其中還有一個很可怕的火山 是在南極對不對 是 南極其實還有 我們認為底下大概有 五六座火火山在那一帶 如果像那些南極 火火山噴發 不要說噴發 它只要溫度上升這樣的話 那南極當然更加速 南極的這些冰川的融化 這當然 南極冰川的融化 又造成會 對全球的環境 又會很大的衝擊 這當然我們沒辦法去估計怎麼樣 因為它大量的淡水會進入海洋 會破壞整個地球的海洋的這個系統 那當然最後的環境變化 會怎麼樣我們不清楚 不過如果 單純從氣候變軟化的話 只要南極冰川如果通通不見的話 地球的海水面大概會上升大概七十公尺 七八十公尺 就是裡面大概 人類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的記住地 目前大概都要清晰 都要清晰的 但包括我們學校這邊 這邊大概海拔還沒到七十公尺 學校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全球的冰川整個冰不見的話 全世界的海水面會上升大概八十十公尺 就包括南極和那個 北京 和那個 對 格林蘭島 那北平蘭是不會 因為它是古兵不會 那格林蘭的北平蘭永豪 大概全世界 八十公尺的海水面 所以我們大 我們學校這邊來講 大概海拔我想 大概四五十公尺吧 不會到八十公尺 就還是在台中盆地裡面 基本上整個這個 全世界大概有十五屆人口要清晰 我們談的是很久以後的事 還是很最近的事 我想應該是幾個世紀之內 應該有 如果這個暖化現象 還繼續這樣 這樣快速下去的話 其實應該是指日可待 雖然我們這些看不到 但是那可能一兩百年兩三百年的事情 因為像前年的聯合國也說 其實我們過去在估算請求暖化的這個 我們認為之前的估算太低估了 低估這暖化的數率 那可能說暖化數率會更快 更快來講就是最低的是兩度C 百年內會兩度C 最高的會到將近六度C 那如果真的是如果六度C那不得了 最重要其實我們要講的是 每個國家的農業經濟會崩潰掉 農業會崩潰掉 因為你溫度備換那麼大的時候 你現在所種的所有台灣 你現在所種的植被 或全世界各個國家 你所種的糧食和那個 其實是可能會減產 因為你種的品種在那個環境下是不對的 我今天看到《紐約時報》的報導 《紐約時報》說 科學家們認為他們本來以為最快 在2025年我們可以看到北濱洋 北濱的冰洋沒有冰 就是那一年的夏天 結果今天《紐約時報》登出來的消息是 有可能就是今年 2018年 北濱冰洋沒有冰 北濱冰洋雖然是浮冰 它不會造成海平面上升 可是它是一個index 它是一個指標 因為它旁邊就是耿南島 耿南島是一個島 上面幫我們累積了非常厚的冰 所以如果當北濱冰洋沒有冰 就表示河南島也融化掉了很多冰 那我想請問成文山教育說 其實我在製作成功2.6.6 是2009年看到的報告 或是IPCC在2007年 2006年公布的報告 都認為大概是2025到2030年間 那假設今天 Yong-Champs 所用的科學家的這個數字 是正確的 它的預測是正確的 就有可能 因為今年的冬天 北極我們聽到一個叫做北極漩渦 北極震盪 就是北極的漩渦不見了 因為北極射是零上二度 然後它就圈不住它上面的冷空氣 然後結果它的冷空氣就跑出來 於是呢 就在今年的二三月 它跑到全英國 全部都是變成冰天水地 它連意大利連地中海 連科西加島那個地方 同樣都下雪 然後它跑到紐約 然後甚至美國 甚至美國 阿拉巴馬州那幾個地方 都變成下雪 然後在好幾個 紐約那些地方是 是攝氏零下三十度 可是同一個時間 北極是攝氏零上兩度 因為它的南化速度比地球快 所以還圈不住它上面的那個 冷氣團就跑出來 那如果今年的冬天 它就已經攝氏兩度 那它就已經有很多冰 都應該融化掉了 所以有可能今年的夏天 即使是還有冰 冰也很少 反正其有可能是 這些科學家的預測會成真 對不對 你的看法 其實這樣講 我們現在是看到現象 其實 到底為什麼 將來會這麼變化 其實我老實講 全世界的科學家 沒辦法去掌握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 像去年的剛剛講的 這個文化的事情 但是其實它為什麼 機制在哪邊其實 那以後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很難去控制 問題最重要的是說 它的這些整個全球 氣候的變化 其實科學家是還搞不清楚 未來十年二十年會怎樣 那我們講的是只有溫度上升而已 其實它會影響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剛剛講的是 你這個區域的氣候 大概是 你們大概不太記得 五六年前 台灣一個冬天非常非常嫩 那後來造成 造成澎湖的 海域的珊瑚礁 整個80%的珊瑚礁 死掉 到現在還沒有護予成 還沒有完全護予成 現在的珊瑚礁 只有南邊幾個島還存在 但大部分的珊瑚礁都不見 你講的是楊明山下雪那一年 對 那是四年前 四年前 而且 我會送到醫院去急救 差點死了這樣 它突然太冷了 為什麼降太多 然後我本來就有 那些種疾病 它就馬上又發大的攻擊 這樣 所以那是四年前 所以像這種來講 就是說它的變化 我們是沒辦法知道的 那當然我們剛才講的 很重要的是說 那這在整個氣候變化裡面 到底我們能不能掌握多少 你如果能夠掌握住 那你的國家的整個經濟 我剛才講 最重要的是你的農業經濟會崩潰 我們舉例就好 台灣我們現在好像還沒在準備 準備說未來二十年後 當你氣候變化了 比較溫暖的時候 到底台灣會怎麼樣 氣候會怎麼樣 你會降雨 像我們就知道 這三十年來 台灣的降雨量沒有改變 但是降雨天數減少 表示說我們的暴雨增加了 重量 那 那個澳洲 他在二十年前 就已經對他們的氣候變化下的影響 已經在做準備了 什麼準備呢 其實他已經在 他估計說 在未來的整個氣候變化之下 澳洲會變得更天熱 那根源怎麼辦呢 他們現在所種植的 所謂的這些糧食 或是怎麼樣的這個東西 一定不會適應未來的氣候 所以他在二十年前 澳洲政府 他們就一批科學家 就到中亞去了 那中亞去怎麼樣 他要去採集 延伸種的小麥和鹽嘴豆 因為這兩個是他們 西方人很重要的一個糧食的部分 然後他要回去去改良 他們本身的這些品種 因為他將來變得更嚴熱 那這樣他農業的話 他要做一個這方面的準備 那台灣當然我們怎麼樣 我們知道二十年後會怎麼樣嗎 沒有 每一個人都想過點底選 有人選上 我們來談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說其實荷蘭 荷蘭他們當然政爭也很多 荷蘭也有極右派的民粹政黨 可是荷蘭這個國家是一個很重視 它的 我們講的氣候奉獻的國家 然後他進行了全部的國土規劃 那他想像他未來海域面上升 他沒想到說七八十公尺 他只想到光是四十公尺 這個國家就全部沒有了 所以呢 他就把至少二十公尺左右的 大概有三十年土地也沒有了 他就把他的印象 往比較高的地方種 然後他開始有所謂的 Floating House 對不對 漂浮的膀子 然後他有 他以前做的這個水渣粉 就是洪水來的擋起來的渣粉 他就開始思考 然後他很多的失敵 就是說他大概從十年前 就是他整個國家都進行了所有的國土規劃 所以政爭歸政爭 他政府的政爭是很嚴重的 他有一段時間阻隔的時間都拖很久 可是似乎他們在政治上頭的爭執 他們也有一個極右派的政黨 他反對穆斯林的移民等等 但是他從來沒有因為政爭 停止對於這個國家長期 面對氣候風險的思考 那我們台灣第一個就是 氣候風險的思考 沒有政治人物在思考 政府沒有人在思考 然後我們發生極端氣候 就是發發風災 那我們把它變成 制止一起議題 就是說那個時候的政黨 是一群飯桶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沒有更深入地去思考 說這個叫做世界的極端質的力量 然後因此台灣會是一個 大概最大的氣候風險 就是這個暴雨 對不對 暴雨 挺吐石榴 以及海平面上升 我們那些一直抽取地下水的那些地區 那他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頭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活下去 所以你怎麼樣把他們 甚至是根本應該都全部的大遷徙 這樣子 那有在思考的 少數幾個現實首長 但是大多數的人 幾乎政治人物不管了 這個左馬看法 大概換了幾個行政院長 也換了政黨輪替 也再換了一次 似乎這個政治上頭 雖然其他國家也會有這種政治上的紛爭 可是這個國家在面對氣候 面對糧食 跟很多議題 而且我們自己是被極端氣候攻擊過的 那我們並不太重視這些事情 然後地震 我們的人很怕地震 看到日本工程海嘯就 覺得很可怕 然後我們對工程海嘯的 地震的唯一的反應就是 百合寺 然後我們卻是思考說 台灣的地震 會是什麼形態的地震 那我們的地震 它會主要發現在那幾個地區 那我們會不會發生這些地震呢 第一個發生的是 整個訪問倒塌 建築物的安置其實不夠 然後再過來 我們既有的核能電廠 到底哪幾個 最可能是跟斷層有關的 那個時候我訪問陳偉善 教授訪問了很多次 我發現我在訪問他的 他給的答案 跟我們在社會上網路裡頭串聯 在裡頭所塑造出來的答案 是兩個很不同的答案 你當時會不會覺得 作為一個地球科學家很聚散 其實如果你認為你講話是 是正向真理的話 其實就不會了 就不會 那個時候我問了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會不會發生 跟工程大海嘯一樣 是規模一樣久的地震 你懂說不會 因為要發生到瑞士規模久 它的斷層要非常長 那臺灣本身呢 因為斷層都比較短 所以臺灣如果發生這種 所謂的海底的斷層 那大概它產生了海嘯 都不會像工程海嘯 就是瑞士規模久的海嘯 那我們過去的歷史上 曾經有金山海嘯 當然這故事給我們吃嘛 那你說如果 我有沒有沒錯 你說如果說 真的很大的海嘯 要對城市會衝擊的 反而不是在北部 是在南部 因為馬尼拉的海溝 就是馬尼拉海溝 那個斷層是蠻長的 那真的會衝擊的是 高雄市跟恆春這一代 是不是 高雄 台南這一代 高雄 台南這一代 這並不是大家所想像的 北部地區嘛 然後在核能電廠裡頭 因為當時 有一位日本回來的核能專家 他在林雄先生 他們所舉辦的反核論壇裡頭 他說核四就蓋在斷層上 那我請教了你 那你告訴我說 根據你們幾位 地質學家所做的調查 當時是郭柯惠也委託了你們 那這幾個核能電廠裡頭 第一個有斷層通過的領區 是核三 對不對 而且你認為台電應該公正地告訴大家 那我就跟你說 台電它已經沒有核四 核四沒有經過斷層 已經被說有斷層了 它在告訴別人說 核三有斷層 它就完了 所以你覺得他們應該告訴大家實話 而且你說那個斷層就在核三電廠 自己這個電廠的內部裡 是不是 核春斷層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你們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接受國客會的委託 然後進行了全台灣的斷層 結果發現圍繞著整個從新莊谷 關渡 然後通過陽明山出去到金山 這個叫山腳斷層 這個斷層在康熙三十三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地震 然後之後就變成了大地震 以前你們稱之為 叫死掉的斷層 可是九二一呢 它牽動了它 它再次地活起來了 所以這個死屍體就復活了 所以山腳斷層呢 會對在台北附近的核電廠 會產生新的風險 這是台電在一九七年八年年 它的規劃核電廠的時候 當時沒有叫二一大地震 它沒有認為的 那你認為當時最可能衝擊的 是核二 因為核二在萬里 然後它離山腳斷層 主要的斷層帶 就是到金山這裡 太靠近類 然後核一呢 雖然不在旁邊 可是也很近 而且它很老舊 所以真正危險的是 第一叫核三 它直接在斷層上 第二叫核二 它在斷層的旁邊 第三叫核一 它雖然不在斷層旁邊 但是還是很近 尤其它很老舊 它的設備呢 可能多少一點問題 核四當然是不在斷層上 那至於核四在蓋它的整個 核能電廠的過程當中 它的圖景建築 它主要的核滿硬度 是否符合安全標準 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有核能專家來回答 可是如果從地址來看的話 是我剛才講的大人的錯 對 當初我們評估裡面 包括核四 當然核四的條件 地址條件算最好 像剛才講 核三的話 我們調查它的斷層 經過核三廠的裡面 門口裡面 那大概距離核島區大概一公里 那個已經是前世間不敢做的事情 為什麼不敢做 其實我們知道 台灣的核一核二核三 都是十年前 五十年前調查的 那時候當然 對活動斷層的認知 或調查的能力 其實那時候台灣來講 地質學家 會做活動斷層的其實不多 而且也沒經驗 因為這種活動斷層的這種議題 在當時前世代來講 並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除了日本之外 因為日本有太多的地震 所以他們對方也是 有很多專家很關注的 台灣來講幾乎是沒有 所以後來我們去看五十年前 四十年前 在蓋核電廠報告裡面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是他派了一個美國的人 因為接是來的 所以以前我們在看那個文章裡面 這個人到底是誰 為什麼美國人跑來台灣做 後來知道說 延南是派來幫我們核電廠做活動斷層調查 但是那時候我剛才講 前世代都一樣 這方面都知識不足 所以認為說核一核二核三 附近沒有辦法斷層 所以就選擇 現在附近那幾個地方蓋了 但是九而一之後 我們就開始 那時候也重啟前國的調查 那時候就是外面很多 而且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核三廠斷層就經過他的內部 其實我不要講 河島區底下都是斷層 什麼 河島區 河山的河島區 河島區 河島區就是兩個岩子 那一個 其實你看他 就他的反應 反應 底下都是斷層 只是我們不知道他是活動斷層 還是不活動斷層 但是我們去看他的原始的 開挖的設計圖的地質圖 裡面密密碼都是斷層 當然我們這個 我剛才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活動斷層 那至少 門口那個整個破碎袋是活動斷層 那我們是完全可以確定的 後來因為我們的這種調查 也要求台電要重新調查 他也重新調查 請美國人來調查 也挖開了也是真的活動斷層 就是在那個廠區面就是 這當然是最危險 因為最危險 因為我剛才講 在整個聯合國的這個 你要設立一個核電廠 當然要我們一些標準 他一般來講 我們依照聯合國的標準 聯合國標準來講 就是你那個核電廠 要離開活動斷層八公里之外 要離開八公里 但是我剛才講 我們的核電廠就在裡面就是這樣 那核一核二 一個距離五公里 一個距離七公里 其實都是在很近的距離裡面 那當然如果一旦你發生 那個段子發生移動 發生大力震的話 那當然你的核電廠 你的核電廠本身的設計 是不是會受到一個不順壞 還有引擎的設計都是標的 像我們簡單講 台中市 台中市 921地震之後 我們學校像這種 比到921之後蓋的房子的安檢係數 我們現在是0.337 G是一個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們是要三分之一個重力加速度的值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對於現在房子來講的結構 但是我們的核電廠的安檢係數多少 那才只不過有0.4級 不用的房子好 住的房子還高一點點 其實這個都不對的 我舉個例子 美國在加州 有一個核電廠蓋好後發現 發現一個斷枕 新發現的活動斷枕 距離他8公里面 所以他重新在 重新當然沒有停 重新在裡面重新再重新修修整 他安檢係數提高到0.8級 或0.9級 因為他距離活動斷枕太近 那我們只有0.4級 0.4級來講 台中9月地震來講 9月地震的時候 台中市的加速度 就超過0.4級了 所以其實那種 現在台灣的這三個 老的核電廠來講 他的安檢係數都是 對我們來講的問題 但是我們還太低了 一旦旁邊附近發生大的地震來講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三角斷枕它長的 就這麼長的段層 它是可能發生為這個模棋 像921大地震掉的地方 有可能 因為剛才講了 康熙33年 那個記載上來講 其實那個記載裡面很重要 就是說 那時候有很重複見來的人 他來台灣 他們都會去 梁明山去買流氓 流氓 當時在400年前來講 300年前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 一個是他可以做我要 一個重要 這是戰爭要用的 另外一個是醫療 醫藥上 你看我們現在醫藥上來講 多很多硫磺 因為它可以殺菌 所以這兩個東西在民生 或是在政治上很重要 但是整個中國在華南地帶 不產硫磺 只有台灣產硫磺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會來台灣 買這些硫磺 現在你去看的話 揍船線 你去看前面就是現在台北的社子島 一個沙洲在那邊 他說 怎麼那個 他以前叫做 毛紹興社 一個拼捕族的一個聚落 那三個聚落不見了 因為往來他來 他都會看到 那華船的那個研究表明說 喔 去年前面有一些地震 那有個大地震的時候 他沉到基隆河底下去了 好 那他就描述當時的情景 他在書裡面寫著說 只見 只看到竹樹梢 竹子的樹梢 在水面上 浮在水面上就是 那你知道我們鄉下 很多人的住家以前 住家都會旁邊會種竹子 他有一個 那竹子那個夢中竹 那個都是高到三四層樓高 他都只看到那個竹樹梢 在浮在水面上 所以我們估計 那個地震讓 現在士林 瑟士島那個區域大概下線了 五六公尺以上 你講的是律遊河 律遊河那個流行裡面 所以那個地震一定很大 那過去有這麼大的地震 未來當然會流 只是說我們不知道他的周期 我們現在沒辦法知道他的周期 大概有多少年這樣 我曾經在當時 媽媽流行裡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活躍的 大家都認得的一位藝人 他在當時反對核死的時候 他們大概有一個主要的論述 就是核死是在斷牆上 那我當時建議他們說 我們要不要從芬蘭跟法國 因為這兩個國家 是發展核能電廠最新級的國家 那我們從芬蘭跟法國 不要找美國 因為美國正是核死場主要的部門 所以就是要排除力的迴避 所以就從歐洲組一個歐盟的原子等科學團隊 然後特別是從芬蘭跟法國這些核能專家 來幫我們評鑑整個核四 核三 核二 核一 第一個就是它的原子爐 第二個是它的核反應 所有的各種東西 它的建築等等 第三個東西就是我就告訴它 關於地質學的事情 我說第一個我們應該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根據我們的闖策 覺得它曾經停建 然後在復建 所以它就一定是一個違章建築 然後就一定有危險 那其他就一定沒有危險 這是我很危險的推論 因為人就是這樣 人的思考是非常one dimension 但當你咬定A有危險 你就假設其他沒有危險 可是搞不好我會顯示出現在別的地方 而我們都不是專家 那我就說可不可以找專家 這是第一個 那關於斷層的議題 我就把陳文山老師的意見寫給他們 那我就分別寫 當時大家都是用WhatsApp或是Line 就傳給他們這樣 那我就寫告訴他 就是說核三有斷層 核一核二 然後核四反而沒有斷層 所以核四出的問題是 它的反應獨物 它的整個建築物本身是不是安全的 那斷層真的有問題的是核三 再來就是核一核二 也是有問題的 我就把你意見給他 你猜這位非常有名的藝人 他是藝人 我講他藝人的原因不是一別給他 而是說他可能對這方面是沒有科學常識訓練的 這很正常 像我也沒有吧 我不需要是藝人 我也沒有科學常識這樣 這方面是大概隔行不隔山 那另外就是媽媽里文的主要副責人 我傳給他們 你猜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媽媽女朋友吧 我不知道 因為 因為 非常剛才講 就是說 一般我們還是對於很多專業的東西 是沒有概念 這沒有辦法 這不是那個 但是 變成說 每個人對於他的信仰來講 都很堅持 他描述我一個在一週刊上的表格 這個表格呢 就是說 台電每一年出非常多的錢 給很多台灣的研究者跟科學家 意思就是說 而且我白明說是飲料 那我白明說了哪一個另外一個定義學家 意思就是說 這些人 全部都是收買的 他們台電有很多的研究經費 這些研究經費呢 這些研究經費呢 是全部 都給了很多學者 然後這些學者都是被收買的 所以他只要根據這樣的依據 一個 台電人預算的錢給了一些人 他們覺得這些人 都是被台電收買的 目的是這個邏輯問題啊 因為你的邏輯是 核三經過斷層 你如果被收買 你幹嘛講核三經過斷層 你說核一核二是危險的 為什麼 你是被收買的 應該說全部都是安全的 然後呢 他自己本身這麼外行 他卻最快的時間裡頭 直接用一個最惡毒的方法 然後引用《集中刊》 那《集中刊》本身是這樣寫 就是台灣的很多 各個領域的不同的專家 長期拿到台電的研究經費都補足 所以通過都不說實話 那變成只有他們可以說實話 他們是一群對問題完全外行的媒體 而是充滿著成見這樣子 就是說寫東西的人自己是有成見的 然後他們本身有強烈的一些立場 但是他們在這些問題裡頭 可能是科學知識的外行 然後就可以根據一個這樣的揣測 那我可以說他們拿政府每年不要多留不住啊 他們拿很多政府的廣告啊 他們是被政府收買的 我說他這個很傾向就是某個特定政黨 他身邊某個特定政黨收買 這個世界是可以用這種方法 他秒回地否定了一個人這樣子 那否定了這些觀念 然後就完全很堅持他們自己對斷層的看法 那經過這段時間到現在 我想很多人比較可以慢慢地去接受 慢慢地去思考一些事情 可是有些事情會變成too late 比如說他一個結果 抬頭就是很大的受害者 因為核一在當時非核家人的規劃裡頭 是要 核一是要運作的 核二也要運作 但是台電很明白地告訴他們說 核一真的太老舊了 他整體第一個核廢料沒有地方放 第二個他真的太老舊 他的電視是拉不上來的 所以核一一定要處一這樣 所以這核一處一本來不屬於 現在新政府裡頭他們的規劃 所以最後結果就是 台中火力發病場全開 所以台中的氣候就突然從2014年開始 它的空氣汙染變得非常可怕 然後接著當台中的人開始 憤怒的時刻呢 又有非核家園的承諾 然後又覺得2024年要做到 所以台北的林口發病場就開始了 全部都是燒煤炭 現在台灣其實我們在上堂課的時候告訴各位 其實你不要看政府的白皮書告訴你什麼 而是看你正在發展是什麼 台灣正成為全世界唯一倒退的國家 就是擁抱煤炭火力發電廠 我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 就是說它最重要的 把它的所有的電力 然後所有的主要的投資 全部都放在煤炭發電廠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國家 那唯一就是說 有增加煤炭發電廠的 只有兩個地區 但是它不是全面型的 一個叫做德國 因為梅克爾它想到德東地區的選票 所以也是局部 結果它造成二氧化碳排放8% 就造成了它那次呢 非常多綠黨的人就反力它 那另外一群 就是另外一個地點呢 是川普嘛 川普他告訴美國的那個 煤炭工人說你們應該要工作 但是問題就是開採煤炭 以及去燒煤炭在美國太陽會了 因為美國業員油氣太便宜了 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 至於川普只是拿來做討好 他其實沒有什麼道理去發展 煤炭火力發展廠 他說了這些事情 可是還沒有什麼太多的人去做 那我想請問陳普先生教授 就是說 我們剛剛也談了全球暖化 也談到作為一個地球公民 我們台灣 它因為一些人 本身 我覺得有有無知的霸道 善霸也好 或者說惡霸 我覺得已經介於這兩個之間 因為你可能有一些社會異位 因為當時他們直接攻擊這些學者 說這些學者可能拿了什麼錢的時候 我就很不高興地想跟他說 那我可能要懷疑 你是不是拿了火力發電廠 民營發電廠很多錢 所以巴不得這些通路都關掉 然後台電就正好跟民營發電廠 而且民營發電廠全部都是財團 我也可以這樣講 人對人這樣子講話 吵架會沒完沒了 因為你根本不根據事實說話 但是台灣在這個部分 扮演了一個全世界 號稱要固守我們家園環境 所以反而 然後結果走向 把整個全球暖化裡頭 最忌諱的事情就是燒煙 令人走向這個方向 然後呢把真正我們所面臨 可能很可怕的地震 然後導致了核災 真正的危險 核三 核二 核一 反而反而在旁邊 還好核一現在熟一了這樣 那你自己作為一個地球國民 其實我們不要完全只講台灣 我覺得作為一個地球國民 可以關心全世界比較多的地方 你怎麼樣看台灣這個地方 在這個事情裡頭的 政治行動的道德 其實老百姓這個全球的話 還是很重視的 只是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現在在做A這件事情 跟他們很可能發生的後果 是變成B 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 他們沒有意識到 政府最後會全部去燒煤炭 那我上次跟大家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很想鼓勵大家說 如果我們還來上課聽課 有一點意義的話 就是如何讓你自己變成 在做公共政策 跟思考跟你有關的土地 還有保護你的家人裡頭 你可以做一個更好的公民 那我曾經給大家一個數字 因為台電讓你付的電費 就是1.8到2.3塊錢台幣 這很容易算 就是一度是1.8到2.3 我們商煤炭一度是 如果髒了一點的煤炭工廠的話 煤炭發電廠是1.1 最近比較乾淨的 所以它技術比較乾淨 所以它技術費用比較高的是1.4 一度1.4 那核電廠是0.9 如果我們要靠天然氣 天然氣一度是3.5到4塊錢 所以如果你要天然氣的話 台電應該收你的電費是多少錢 3塊錢 對不對 至少3到4塊錢 它告訴你不要漲電價 你不會再漲電價 而我們的經濟可能 如果它漲到3塊錢到4塊錢的話 可能有我們的工廠會倒閉 那在這個狀況裡頭 當它的電費無法漲到3塊錢 你就知道說台灣的電 因為只有煤炭跟核能 而不要核能 大概就是煤炭 是不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成本問題吧 那天然氣質在這裡頭就是說 它又很常常只能夠 主存只有一個禮拜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補充 不要使煤炭燒到 學票都泡光了 所有的人都棄封了這樣 但是煤炭就變成台灣最主要的 現在佔了就是 那也看著未來林口發電廠 要增加第三個機組 然後深套發電廠 要增加兩個機組 那我想將來它會 可能把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現在有好幾個機組裡頭 老舊的淘汰 然後再蓋新的機組 最終 最後台灣的火力發電 當所有的可能都沒有的時候 火力發電裡頭 光是煤炭可能佔到百分之六十 因為它的天然氣百分之三十幾 已經到了最頂了 它上不去了 因為這個太危險了 就是說它的主存器 我們是海盜 不能用海底的管子 直接運過來 用船運過來 然後我們也沒有足夠的主存槽 然後它的價格又非常昂貴 所以百分之三十幾已經是到底了 在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你這個到底了以後 那你就只有大幅增加煤炭 然後就是少霧霾 那先不要講說霧霾對身體健康的傷害 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 我請教中間之後就說 我們前面在看全球暖化 北平洋 南極 世界地球的改變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是一個地球的壞公民 其實是這樣 我們現在台灣來講 我們核能其實用的比例是非常低 大概百分之15 可能15都不到 現在是9點3 2017年4月18號 能源於在立法院的報告 我看的是2009 大概15 後來降到10 後來是這樣 它本來是你講的 就是百分之19 所以它少掉了那個 就是10 就降到煤炭去 就煤炭以前佔40 現在佔50 原來是19點多 那現在是9點3 30就是天然氣這樣 當然剛好講 天然氣來講 我們儲備量沒放那麼久 一個禮拜 所以那是對於能源來講 是很危險 遇到一個颱風 什麼事物就沒有了 那你就只能靠 靠煤炭或是靠核電 當然 灰核家園 我想很多人是贊成 不過我是覺得說 不管你贊成或是反對 其實要改變一個東西的時候 不是說已經要馬上沒有就沒有 現在台灣的一批上來講 灰核家園就是 你可能過了10年20年後就沒有了 要變成你 問題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辦法去補充這個能源就是 而且你能源又是從 這麼昂貴的天然氣 或是這污染這麼高的煤炭來 那當然這個就非常的 對於 將來你要不要收碳稅的話 台灣還得了 我覺得他應該收了 對 我認為 我覺得台灣 我就很希望全世界收碳稅 然後讓台灣每一個企業都要付碳足跡 然後所有的老百姓 只要你賣的東西 因為你只能用著台灣的電碼 那 譬如說阿碩 它可能就被迫要 或是很多工廠都被迫要欠禮台灣 因為它用的是台電的電 這個電裡頭的50是煤炭 所以它的碳足跡就非常高 所以它的東西在世界上就賣掉 那我很希望走到這一天 因為只有這一天 台灣人才會醒過來 我講真的 其實當時歐巴馬要通過的 清潔能源法案 就有一點這個概念 但後來美國的石油業者 一直抗 一直抗 然後 川普上來當地 就退出8個紀錄協定 那如果世界整個氣候 巨變越來越嚴重 10年以後 當你們到我 不用到我的年了 我們現在20歲 可能你們三、四十歲的時候 這個世界已經不是你看到了 就是我四十歲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到 什麼陽明山會下雪啊 會有八八公災這種東西 你根本不可能想像 等到你們四十歲的時候 這個地球已經不知道 變成什麼德性 完全變了那個樣子 北冰陽一定沒有冰 然後海灘 裡面一定會上升的部分 然後我們的東 那應該是要東石吧 應該都被淹掉了 那林水也被淹掉 就是地域地平線 然後中國大陸的所有沿海大城市 都面臨一帶一個大海 大風雨來 他們就會被淹沒了 所以你會看到非常多世界的各種改變 在四十歲的時候 那我想那個時候各國的法律 法案探足跡 然後他們就出入了 出入了 出入的時候 台灣如果還繼續堅持現在的能源政策的話 或是這種態度的話 那怎麼有工廠可以在台灣設了 因為它用了台灣的電信 不要把你動向 其實我是覺得說 你們這代應該是要很關心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簡單講 我們這個世代 我跟你說 我們這個世代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回想 我們就回想到三十年前 我們當學生年輕的時候 你發現我們那個 那個社會變化 講述是非常廣漫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電腦 現在你們的話 我們要教學生 我如果回去不讀書 兩三年以後書就不能教了 因為你就落後了 你們現在又有電腦 所以你們得到的 我們要去關心它們 像氣候變進這個問題 台灣的能源問題 就要說 我們現在政府是想要 用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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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取代核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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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小的國家 他要研究他的核能政策 他要花十年的時間 不是核能 能源政策 他為什麽要花十年 他要知道說到底什麽樣的能源 我是適合的 然後我的經濟是可以負擔的 我的電費是要多少的 我要用什麽樣的方式 來達到我自己要做到的能源轉型 所以核能量是沒有核能電廠的 他當然不可能增加他的煤炭發電 就是神經病才會做的事情 那葡萄牙這種國家 我們不會認為他是一流的 他就會知道思考一個問題要花十年 那我想我們當時在思考 關於整個能源政策的時候 很多人只花當下的一分鐘或一天 或是一節 或是他可能花抗爭的時間比較長 而研究的時間不是那麽長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卓雷教就是談到菩萄牙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歐洲各個國家 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天然條件 有的會定出像西班牙 它因為都是陽光 所以它的整個太陽能可以占百分之四十 它的綠色能源可以占百分之四十 那有一些國家像德國 德國是非常早從 《京都藝定書》時代就開始發展 再什麼年的 他們就發現 他們的天然條件 它的maximum 它的最高就是20% 它只能發展到20% 即使所有的房子 全部屋頂通通都蓋太陽能白 他們就是能夠做到20% 因為它的陽光不夠充足 那臺灣的情況是 我剛才說我想跟您報告 就說 臺灣的情況是土地不足 然後適合做太陽能發的地方 就是中章還有加南平原 因為這裡的太陽夠 抱歉 現在因為霧霾 所以不夠 因為霧霾的結果 它的陽光不夠強 可是問題是說 所以這個地方同時是臺灣的糧食生態 所以在這個狀況裡頭 就說 花蓮 台東 它們的陽光不夠 比如地區的陽光也不夠 陽光夠的地方 同時是糧倉 而現在又都是霧霾的重災區 所以也不行 那臺灣可以發展風力發電 我上次請了李李院長 請王大學院 他因為是臺電的董事 所以他才會知道這個訊息 我們聽了大直以經濟 我講給你聽 您的反應是什麼 我就跟他說 那個澎湖 我從好幾年前 就聽到說它發展成低碳堡 然後我們去澎湖看 全部都是風力發電 那它風力發電 澎湖自己夠用了 它是差不多一年 360天都是風啊 它是很好的風場 那它其實可以拉一個電來 到臺灣本島來 為什麼它一直沒有在臺灣本島裡頭產生 風力發電的效果 這問題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發展的 下一波的風力發電是離岸風力發電 什麼叫離岸風力發電 什麼叫離岸風力發電 就是在海上 海上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它跟澎湖很像 就是你需要 它發的地方有一個收集站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收集站 然後最後這個收集站 那邊能輸電中心 然後才高壓電 然後再送到配電 然後再送到你家 然後再送到你家 然後再送到二十個 一百一十瓦特 你猜它給我什麼答案 它說第一 澎湖的風力發電 遠遠超過它需要 它已經發電的量數非常高 怎麼不拉一條海裡電來線呢 還是抱歉 已經早就拉 拉好了三年 那為什麼拉好三年沒有用呢 它說因為 他們要在高雄 在台南 在嘉義 在雲林 在雲林 目前可能在彰化 他們要到哪裡去蓋一個 在海岸旁邊的收集站 那一定是高壓電腦 距離就抗爭 就是距離就抗爭 所以它要蓋在雲林 雲林政府也不批准 它剛才彰化 現在不曉得可能會批准 這樣子 因為是同一個政黨還是怎麼樣 那也可能居民知道 又去抗爭 所以他們才敢叫 然後在嘉義也被反對 然後在高雄也被反對 這樣子 也就是說它蓋好了三年 然後它所發的電量 海裡電來線拉過來 然後台灣本島 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距離 你願意在他們的家鄉 蓋一個高壓電器的收集站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書店中心 然後最後配電出去 這樣說起來 你現在搞地埃發電 很有用嗎 因為地埃發電完了 你也是要收集站嗎 那你聽完了 你聽完了這個答案 會不會很驚訝 是很驚訝 台灣就是我們 對於整個 當然我們每年這個密集 每年這麼密集的選舉裡面 就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一般的我們 是我們能夠深入去了解到這些議題 跟我們關係性怎麼樣 現在的離岸風 因為風冷來講 它是在白天才 一般來講 有風的時候才會有能力 所以它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它不是積宅的研究所 其實太陽冷不是積宅 其實太陽冷是白天才有 所以你有 白天的時候 它發多少電 你不要收多少電 晚上就沒有了 晚上就是你要靠煤炭 我們想為台灣來講 靠核能 靠其他能源來提供 那當然 台灣要發展 風冷跟太陽冷 這很快來講 是需要 但是 我們條件不像外國人那麼好 像風冷來講 現在我審查過他們的 那個台灣的風廠 已經 那個風廠的那個區域 已經都被財團買掉 已經登記完畢了 所以外國財團 台灣本地財團 都有 其實台灣的 我們在外海 有50公尺內 因為50公尺內 我們的風力那個 那個激裝是可以 是技術上是OK的 所以50公尺內 50公尺內的風廠 規劃 已經都被 那個我們叫風廠 那種是有點礦區 那已經都買了 就是放光國外的 國外進來了 國內的財團 國內的財團也有 都已經登記完了 那最近不是有一個新聞嗎 有個國外的廠商已經登記完了 他要轉賣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的廠商是 先在用這個礦區 然後再賣 那在用這個礦區 就是他做一些簡單料理 可能花個十億 十幾億做一個調查 那這樣完了 他就拿到執照 執照以後 他可以發風 可以風力發電 他就不做 因為這個後面的成本有可能更高 他可能就賣給另外一個 需要 想要做的 所以最近的報紙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已經在轉賣 這其實是我們早就在評估 可能很多的外國的公司 他花個十幾億做完這個調查以後 拿到這個礦區以後 他去風場就要買 這樣 因為將來你的風力發電路是政策的 這當然是政策的 那這是五十公尺內 深水的五十公尺的一百 現在就在探勘 但是我剛才講 台灣人離岸風力的風場 已經通通結束了 可是我剛才講 他即使是風場買下來 他店也要在海岸旁邊收集 是 所以 如果老百姓都抗爭 都不准你去收集 那搞什麼 這個還沒有解決 這個還沒有解決 你還在 你是搞了海上莊基平術嗎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他跟澎湖一樣 就是他搬了臉 然後輸到本島來 然後本島在海岸旁邊的任何的村莊 都不讓你收 那你搞什麼 所以這個其實他們還在談 不過我跟你說一個秘心 我在十幾年前 腦筋不認好的時候 有一點錯亂去當個立法委員 當個參謀 然後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有一個德國的風力發電廠 他們就開始進行了各立法院的遊說 我覺得如果是純粹的風力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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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接受 就是純粹的風力發電廠 這樣對嗎 因為你如果說你想要遊說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的風力發電廠 沒有人來講這個概念 你不需要搞到情緒滿助理啊 那我是我們的當事一個當事某一個人 然後他一直對我講 然後叫我要見那個人 我就覺得我喜歡見一個特定的企業 然後我喜歡見一個某一個特定的代表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噢他們跟誰就誰很熟 他們又跟誰就誰很熟 他找了公安公司哪一家 我再把他連連看你們聯繫 後來就發現 噢就有幾個立委等事 他是他們專門 特別給證據現金的 所以你告訴我說 他們現在去把風力發電廠 然後可能搞到他們很多媒體的報導 他們還給了媒體錢 因為我們現在的媒體 是完全可以用賣的 就是媒體是一個收很少的一個媒體 然後網路 你看到了Yahoo News Mindtoday 他們都是跟很多媒體簽約 所以其實今天要操縱台灣的娛樂 非常簡單 我只要去買一個小眾的媒體 然後我在裡頭發一些消息 然後我再去跟Mindtoday 或者是跟Yahoo News去簽約 然後我再下廣告的簽給他們 叫他們把我置頂 然後就可以看到流出去 發出去的流量非常高 然後你們就會看到一大堆 川普講的Fake News 這樣子就是假新聞滿天飛 連公共政策都可能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現在是台灣 一塊正上勾結的大力 你意思是這樣 他覺得不乾淨的 乾淨的人也不乾淨的操作 我不曉得 風力之下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為什麼 政府這兩年來一直擠益 要提發的很聰明 其實他 那利能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像我們現在在寫術界 我們現在做的是地熱 地熱是一個台灣人 認為是有潛力的 但是問題地熱的開發 前面一定要投資很多的探柑經費 但是一般的廠商來講 不會做這個事情 因為你政府要先去看看 那花很多錢 但是這個錢來講 對一般的利益來講 一般的廠商外面的這個利益 沒有什麼太大的利益就是 那風能這個你要機械 你要各方面的東西 那這樣利益就很大 但是我們前面講 風能太陽能不是基載 地熱是基載 地熱你一有的話 那個熱能永遠都給你 你不需要像火力發電廠 你要一直買煤 你要成本 地熱電廠不用 你這樣溫度達到一百多度 我可以發電 永遠就發電了 這個我們曾經有一個 來這個地方上課的老師 當然我們是請各個不同領域 但是我今天要請教你 他認為台灣是不能發展地熱 他認為全世界發展地熱最成功的 都是跟Vocano 都一定是要用火山的條件 一個是冰島 一個是紐西蘭 其他發展地熱都發展不起來 不過它本身是一個 專門蓋 煤炭火力發電廠的老板子胖 那當然我就覺得說 他可能懂這裡頭的某些嘗試 但是我就想請問你 為什麼他的意見這樣 那你同意嗎 我是認為不同意 當然你有火山的話是最好 因為它的熱能就很多 那台灣的第一次來講 主要是靠不斷層 所以它的不像說一個火山 那麼大一個面積裡面到處都有車 所以我們是有斷層的 我們很多溫泉地板的溫泉 那就是低熱來 所以其實我們是可以發展地熱 所以這樣有溫泉的地方 都可以發展地熱 不是一定要火山 不一定要火山 一小時在發電 它不是白天發電 廣上面二十小時 你只要有一個 摊到一個深度 有溫度夠 所以現在 現在我們在低熱 現在在冷水 要作為兩個Mega的一個鏈場 但是因為全世界有地熱的國家是多 然後主要是冰島 冰島它就欠缺像歐洲某些廠商 他們的政商游稅 這樣講 我這樣講對嗎 我可以 如果是冰島 他們的地熱公司來做我們的游稅 可能就很沒理由 可是他們是一個太小的礦國企業 所以就沒有這個能力 那荷蘭那些地方都是沒有地熱的 德國也沒有 像地熱用最多的是菲律賓 大家就知道 菲律賓四分之一個國家能源 是來自第一 是全世界用最多地熱的地熱 因為它也是一樣 比較斷軟 很多火山 所以它用最多 那這些地熱來講 是由美國日本幫它 在三十年檢視 它其實在四十年檢視 跟台灣一樣 它開始好像很地熱 台灣就是因為發展 中間有一段失敗就不做了 它不是他們繼續做 所以他們現在的分裂面的國家 其實這些用地熱的比例 像最大的 是不是已經滿可惜的 這些同學是因為 他們下一堂課的時間到 因為我們五點敲鐘 所以留下來是沒有下一堂課 所以你比較覺得 他就在滿地危險 就是如此這樣子 我們現場留下來的同學 有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得到 其實陳先生跟家瑋 其實是非常無養的一個學者 而且他非常不安心的人 我想你以前聽到很多 我完全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樣 我沒有什麼特地的意想起表情 我現在老師了 我看你很認真 我看你很認真 我看藍色T-shirt 我覺得你一直很認真在聽 我想聽你不一定要問問你 你看一下你的感想 可以嗎 來 哈嘍 你拿給他 我想我看到你很認真的表情 所以我也想聽你們的感想 那個其實我是 雅舟大學的校友 就是我們不是現代主義的學生 然後是因為我知道今天就是 就是剛好有的我 我以前這麼講談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個人對環保空間蠻很關心 這樣子 所以有說 可是我比較 沒有那麼長時間 就是 發在這個地形上 然後 可是我今天聽完就是 吳山教授的分享之後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剛剛吳山教授有講到就是 就是我們可能不一定要有就是 什麼 特別的就是 做法 就是我們可以從自己 身上就是 開始慢慢的去關心 那樣的議題 要不是說就是 對 不管是環境還是 政府的政策就是 全部都沒有關心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今天來 包含就是 吳山教授講到很多 就是 知識面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覺得 學習到很多 然後我覺得這個講得很棒 謝謝 因為 他也特別高興 你不用急著去再講什麼 或反對什麼 或是你在那什麼地方 都可能理掉 對一些問題多一點點 學習跟認識 謝謝你 還有哪位同學 想發表你的感想的 還有哪一位同學 來 一位同學舉手 哈囉 妳好 哈囉老師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前面 您講到 黃石國家公園的火山快要爆發了 那如果依據蓋牙理論的話 應該是會變成 暫時冷卻又再回升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於台灣一個風力的能源來說 會不會增加風力 然後電力增加呢 黃石公園爆炸 你要不能活下來都是問題 你能不能活 像我已經田地死掉了 就是我們兩個現在下去 我就差點死了 就弄到那種面絕 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樣講 我剛才我們在談氣候冷卻 這個議題裡面 一個很重要 其實我們 現在的科解家好 我老實講 是沒辦法預測未來 100年後 50年後 氣候大概會變得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個氣候系 地球系統太複雜 你的地球溫度 它會因為 海洋溫度會影響到大氣 大氣還會回歸到地球溫度 又回歸到海洋 所以這個系統太複雜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談談一些議題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話 假設之下一個結果 例如說海水會不會上升多少 這個大概可以推測 但是其他你說 未來20年後 30年後 地球溫度上升2度C 3度C 台灣會變成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你美國會變成怎麼樣 沒人知道 所以其實剛剛講這個 你Aerostom爆炸噴發以後 台灣到底會不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很難去預測 這個東西 不過那麼大的爆炸來講 應該講 它的進入平流程的淹塵是會非常多 所以它會擋掉很多的陽光就是 所以地球一定會變得非常乾淨 我們講 火山噴發有時候會讓你氣候轟化 有時候會讓你氣候冷化 這當然要看進入平流程的這個淹塵 是有多少 太多你就會冷化 不多但是你進來陽光以後 要反射回去又會擋掉太多 你就變得軟化 所以這個是在過去歷史裡面來講 都有這種現象就是 上次給你們一起來想 其實我們10年前看IPCC的報告 他們那個時候想到說 北極的溫度會上升到冬天 是攝氏2度 然後北極漩渦會不見了 然後它原來那個所有的很可怕的空氣 會外移到歐洲跟阿拉斯卡 它當時都沒有想到變成這樣 沒有所謂那個北極震盪 就是才不過10年的時期 這個事情就發生 然後他們也想到莫斯科會出現森林大火 是 想都 想都 想他們知道會全球展望 可是不知道 它的變化會到這種 極端到這個程度 是 對不對 也沒有人會提升到森林公宅 你看這1月10年前 很多森林大火 你看加州 當初在10幾年前 那個美國下天的時候就會森林大火 開始的時候 大家還有一個人去放火 有人露營啊 不小心就放火 後來發現根本不是 每年都這種樣子 也發現也沒有人去放火 後來還是要放火 那是自然間鄉 所以現在連東南亞 一到夏天也都煙脈 那是森林的火災這種東西 就這個東西來講 在20年前30年完全 完全沒辦法估計 當然現在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又不會估計 30年後的一些情景 其實也沒辦法 剛才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他就在問我的時候 為什麼一度的沙塵 倒會死那麼多人 死100多個人 因為北京常常有沙塵暴 對不對 甘肅有沙塵暴 從來沒聽過死人的 因為印度以前是一個沒有沙塵暴的地方 然後其實有沙塵暴 都很喜歡沙漠的地方 可是這次沙塵暴是出現在一個交流區 這個地區其實是農業很發達 工業很發達 所以他們不是沙漠地區 它出現沙塵暴的原因是 它有一個叫下極流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大器科學學專頁的名稱 那有一種空氣的下極流 剛好碰到了北方高溫 攝氏45度 因為那裡從來沒有熱到這個程度 就是沒有想到會有一個攝氏45度 這麼熱的 然後也沒有想到 它結合了一個東西叫做下極流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 在農業地區跟工業地區的沙塵暴 而這個沙塵暴 因為它不是出現在沙漠地區 它是出現在工業跟農業地區 農業地區噴灑很多農藥 工業地區有很多重金屬的污染 所以它捲取了沙塵暴 但是大家在睡覺的時候 沒有意識到要趕快逃難 然後吸進去的全部都是有毒物質 所以一個晚上死掉一百多人 那你從來沒聽到殺人到死人 那這也不是以前的氣候鎮壓 匯語 匯語到聽都沒有聽過 所以您關係的問題面臨說 Yellowstorm 爆炸 你應該問的第一問題是 你還活著嗎 你不用管那個風力發電了 這樣對不對 你是不是活著 我搞不好變成北海盜 然後一個屁人全部都死光了 那這個某些類型的年紀大大 身體不好 大概難以承受那種氣候的改變 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不要年幾歲 如果你年輕你活下來 如果你年紀不年輕 你可能就是務擒貼責 就是必須這樣的結果 是吧 非常謝謝崇文山教授今天來給我們 非常親切也很肯切地跟我們慢慢談他的道理 那我有一些話想跟各位同學們說 有些人先走 因為他們有下堂課 留下來的人 就整個學期下來 我們找了各種不同的老師 有業界的 有學界的 有 有 知識何能的 有些人不是支持也不是反對 他就是來告訴你 哪些是科學的知識 哪些是不屬於他了解的知識 那我會特別希望所有的同學們 我曾經以前比較感性的時候 說這些話還會掉眼淚 現在人老了 也沒那麼感性 我曾經很想跟你們說 你們現在只有20歲 或是20出頭 我所談的問題 我當時以為我不會碰到 那是2009年 然後接著呢 四年前 也就是2014年的時候 我們碰到了那次陽山大雪 那次大雪還是氣溫在天之內 這樣快要20度左右 大概沒有20度 就十幾度 十幾度呢 它造成了影響 別的植物就死掉了 那都不要講 就很多 那一天 振興跟榮總急診室 都是人 都是心臟病 都主動買玻璃 就死掉了 沒辦法看到 越來越看到 然後呢 我是因為我有免疫系統疾病 就誘發了攻擊 然後全身都疼痛到紅腫 那我吃了止痛藥壓不下來 就差點休克掉了 那其實我以為只有你們會碰到 我沒想到我也碰到了 那我只能夠告訴你們 你們現在20歲 你們煩惱了很多問題 在眼前的問題 有一天到你40歲的時候 你回頭看 你會發現你想像的世界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你也不知道哪裏是可以居住的地方 你到一個地點 你也不知道可以居住多久 然後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 比如說人類排放這麼多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空氣層裡頭 它的生命周期應該是50年到200年 所以我們現在在大氣層裡頭 還有二氧化碳很多是 那一代留下來的 那一代留下來的 我們現在還在繼續開放 而且沒有什麼感覺 我的看法就是覺得 你們還想有一番事業 甚至有人還想結婚生小孩 你們想問你的小孩當年年齡的時候 這個世界又變成是什麼 所以我一直想鼓勵大家 不要談你屬於哪一個國家 多想一下你屬於地球 作為一個地球的公民 其實我們應該每個人 善進一些自己可以進的責任 而且當你做出對許多的事情 跟公務政策有關於什麼 你可以有權利 有機會可以做出判斷 發展你的意見 投下你的選票 至少我們是一個 這樣的社會的時刻 你應該在這個裡頭 去充分地了解 更多的更廣的 資訊跟知識 然後幫你自己 幫你的孩子 幫你的父母 選擇一個他們可以Liveable 可以活下來 可以生存下來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黃金 很多人常常覺得 國家 國土非常重要 你們不知道在全球暖化的過程中 海平面會淹掉你那些維頭 你的主群會被分割 對不對 因為你還是會把它吃掉 很多人會覺得 你這個國家最大的危險是什麼 可是很可能美國最大的危險 叫Yellowstone 它不是ISIS 它不是今天 川普設立的伊朗 它可能是Yellowstone 所以我覺得其實改變人類的歷史 我們最終回頭才看最多的是 氣虎變遷嘛 對不對 像法國大革命是當時突然出現了 生命現象 導致糧食軟缺 唐朝大家怪的 楊惠菲 可是後來大家研究那段歷史的時候 整個唐朝盛世的結束 導致最後唐玄宗的時候出的問題 跟那個時候 它的糧食軟缺也有關係 也是聖因現象 那人類啟祀的大革命 或是政變 或是阿拉伯之村 其實都跟整個氣虎變遷有關 因為阿拉伯之村裡頭最重要的就是 它連續旱災了四年 所以它的小麥收成出問題 所以其實你們如果越了解歷史 越了解每一個世界的背後 你會知道說 你如何讓你自己 你的父母 跟你未來想要成將你的孩子 在一個可持續生存的環境中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它比你投票 比你可以freedom of speech 我談的是你可以活下來 這個權力已經在我們很多人的會國當中 它可能快要喪失了 就是你可以活下來 這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它可能會因為其後變強而改變 所以這整個學期 我們上課很謝謝陳文翔老師 還有其他幾位老師 有些人我同意他意見 有些人不百分之百同意 但是我希望大家聽各種不同的人 各種不同的意見 然後希望能夠在我這個社會裡頭 培植更多 更願意為這個地球 盡一份心力的好的公平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感谢观看